接下来让我们转换焦点一起看到的是已故导演齐柏林的儿子齐廷桓 他11日的时候呢到苗栗县演讲没有想到竟然遭到嘲讽 靠老爸的余音就能吃一辈子 而齐廷桓呢因为忧心官员受到连累遭到惩处 昨天呢专程到苗栗县政府拜会县长周东景 当面呢向县长求情希望可以从轻发落 而周东景呢云诺诗远的承办员可以留下来 不过其他人呢要酌情处理 双方会谈气氛融洽感谢彼此的体谅 以故导演齐柏林儿子齐廷桓日前到苗栗县演讲 遭承办人员嘲讽靠老爸的余音就能吃一辈子 昨日齐廷桓专程到苗栗县政府拜会县长周东景 当面向县长求情希望相关人员能从轻发落 并还原当下感受 不确定我们到时候讲了什么 就是说他冲出来拉我嘛 所以我就很生气 就是我相信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就是都不喜欢被陌生人去触碰 而且是各位 有些女生应该更能够体会说 如果有个男生突然冲出来大力抓住你的手臂 然后把你往回扯的时候 我相信当下你讲出什么话应该都不意外 对此中东景也允诺失言的承办人员可以留用 但必须调整职位 其他人员酌情处理 但需尊重考基委员会的决议 双方会谈气氛融洽 也感谢彼此的体谅 针对齐廷环事件 县长中东景一次发出了文情并茂的盗窃文 瞬间化解了公关危机 也获得齐廷环的好感 这篇文章也被称为是最佳盗窃文 更让网友直呼说应该要帮小编来将心 而操刀这篇道歉文的小编是陈金龙 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只有国中毕业 针对这篇最强道歉文 陈金龙昨天发文表示 我的老板很特别 大部分人只看见他霸气的一面 但事实上他对家人的亲神细语温柔呵护 一般人没有机会看见 每次发文都是经由有系统的整理 精准的沟通与理解 然后真实的呈现在群众面前 陈金龙说 中东景就跟他文中所描述的一样 甚至有点搞笑 如果亲自聊天过 就会知道跟脸书上的感受一样 没有关枪关掉 没有左闪右闪 直求对决是我们认为解决问题最快的方式 陈金龙表示他只是个国中毕业生 前半辈子一塌糊涂 也干过许多蠢事 事业乏善可成 但是中东景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力排众议给了他机会 才让他们有机会成就过去 不可能尝试的是 接着转换焦点 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台北大巨蛋日前举办了国庆晚会 未来还会有周杰伦张会妹演唱会 而在大巨蛋的三楼 其实有18间的VIP包厢 但是远雄只有提供主办单位两间包厢 就议员说 质疑的剩下来的恐怕会变成远雄的私人招待所 北市体育局说会跟远雄来讨论 但是远雄却回抢北市府说无权涉及营运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 会捍卫市民权益绝不妥协 一进来就感觉得到很干净舒服 隔音超好 台北大巨蛋启用至今约一年 日前还邀请囚员来开箱三楼的VIP包厢 但这些包厢现在恐沦为私人招待所 营造商远雄还抢北市府 无权涉及经营 基本是否立场捍卫市民的权益 以及市府的立场我们绝不妥协 日前台北市议员耿威质疑 大巨蛋内有18间VIP包厢 远雄每次却只给主办单位一到两间 其他是不是就成了远雄的私人招待所 台北市长蒋万安昨日回应 绝对依法依合约进行 坚定态度不会改变 台北市体育局也表示 大巨蛋是民间参与的公共建设 将要求远雄制定公开透明租借VIP包厢的方式 也会争取让世界十二强棒球赛使用包厢 但远雄恶度声明回击北市府 表示他们一向全力配合 超过契约的档期也没收费 市府却无视远雄的支持 VIP包厢是他们投入营运成本设计规划 北市府无权涉及营运 大巨蛋争议仍持续延熟 一起关注到演艺圈消息 大S和汪小飞在2021年离婚之后 双方撕破脸 屡屡要上新闻版面 而大S指控汪小飞 击欠了1200多万元 没有付清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获准 而台北地院在昨天下午三点 针对汪小飞名下的Austin Martin进行拍卖 并且在法院门口公开展示 而据了解该辆名车目前预估市值 剩下大约是620万元 而在昨天经过拍卖过后 因为未打底价而流标了 名车开上头吊车离开台北地院 女性大S2021年与路上富二代 王小飞离婚之后 双方撕破脸 屡屡跃上新闻版面 大S指控王小飞击欠1200万余元 费用为父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获准 台北地院昨日下午针对王小飞名下的千万跑车 进行拍卖 并在法院门口公开展示 据了解该辆名车目前估市值 剩约620万元 但昨日经拍卖过后 因为打底标流标了 接着呢 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政治消息 民进党立委许志杰服务处 昨天接到了恐吓电话 对方表示呢 要他不要动不动就提罢免 不要嚣张 不然国民党的支持者会不开心 小心服务处的门口会有爆裂物 对此许志杰是呼吁民众要理性讨论 不要有攻击和伤害行为 民进党立委许志杰服务处昨天接获恐吓电话 许志杰呼吁国人理性讨论 不要有攻击伤害的行为 他口气一开始还蛮正常的 但是后面就稍微有比较激动一点 然后就说 叫我们许立委不要太嚣张 动不动就提罢免 这样蓝营的支持者会不开心 然后随后再说 要小心服务处门口会有爆裂物这样 许志杰感叹 面对蓝白网军连日洗版 他都以平常心看待 至于网传自己在国民党 猎杀20名绿委的名单内 他表示自己不会刻意制造对立 说到之前包含倒戈 退回总预算 罢免王浩宇 黄杰 陈伯伟等 都是国民党主动出手 制造人民对立 如今甚至有民众打电话到服务处 恐吓同仁的安全 让许志杰无法接受 并呼吁蓝尾不要为了自身政治利益 牺牲了全体国人的福利 持续关注到社会消息 男子毛俊生涉嫌在母亲开设的幼儿园 担任教保员 那两年间呢 总共涉嫌染指20多位幼童 并且持有600多部的性影像 一审认定他对6名女童下手 判了28年的徒刑 案经上诉高等法院2审 昨天首度开庭 毛俊生被提讯时不回应记者的问题 还顿示媒体 态度十分高傲 幼儿园狼师毛俊生性情6名幼童 遭重判28年 二审出庭时警态度高傲 等示媒体 毛俊生出身幼教世家 三年前开始在母亲经营的 台北市信义区某幼儿园内 担任教保员 去年7月被查出涉嫌性侵至少20位幼童 并持有600多部被害人的性影像 事态爆发后引发社会哗然 至于案件审理部分 一审认为他对6名女童下手 重判有期徒刑28年 案经上诉 高等法院2审昨日首度开庭审理 毛南被提讯时不回应记者的问题 还顿示媒体态度十分高傲 另外毛南还涉嫌性侵 猥胁多名女童 目前仍有台北地检署诊办中 接着呢 看到的是章话发生的一起随机伤人案 有名男子他下班骑车回家时 被一名高壮的男骑士拦了下来 他原本以为是对方要问路 没有想到对方却突然拿出一支木柄针锥 朝他的左眼猛刺 两个人是扭打在一起 过程中男子是不断的喊救命 但是都没有入人要理他 最后他是将高壮男骑士推进水沟里面 他才有办法打电话报警 骑士被拦下紧遭对方疯狂刺眼 现场贱满鲜血 左眼孔诗鸣 然后就这样他就突然攻击我 他是攻击完我之后 我才发现他手上拿着锥子 事情没看到 没看到 因为他很突然 这起随机商人案 就发生在彰化县浦兴乡 15日一名45岁的陈姓男子骑车 43岁的周姓骑士突然将他拦下 陈男本以为对方要问路 没想到周男却莫名问 你明天要不要上班 接着更拿出一支木柄针锥 朝陈男的左眼猛刺 他是攻击完我之后 我才发现他手上拿着锥子 事情没看到 没看到 因为他很突然 我就把他的东西就是我们有扭打了 因为我要把他的东西抢过 因为我怕他会再 因为那个锥子其实蛮惨的 我怕他会再攻击我 陈男忍痛与周男对抗 并打电话报警 送医后病况稳定 但左眼被刺破 目前仍持续住院观察中 未来恐怕会失明 警方随后在超商找到周男 但他精神状况不稳 强制送医治疗 犯案动机有得理清